然後我非常感謝我爸媽給我一個還不錯的名字 就是我叫 欸 這邊沒有說出來好 我叫patient 就是patient的諧音 可能我爸爸媽媽覺得我應該需要有多一點熱情 所以大家叫我patientpatient 這樣我可能可以多一點熱情對於自己的生命 也對於這塊生活已久的土地 好 那我檢... 好 這是我的個人簡歷 我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雙主修統計系補修氣管系行銷學程 大家可以看我的簡歷就知道我是一個多麼徬徨無助的小孩 因為我的簡歷履歷非常複雜 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幹嘛 對 是 就是在這些日子以來 我真的在過可能別人覺得這個很好 那好 我就去嘗試 別人覺得這個好像很棒 那我就去趕快去做 去追逐那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去追逐的東西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體會到 其實大學四年的學科訓練 真的會影響一個人價值觀 但偏偏我在做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我的老師 我的師長只會告訴我 欸 你要做好時間管理 我就在想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不會管理時間的人啊 就是把schedule拿出來 把空格填上去填上去就好啦 然後每個時間點就 按照什麼時間點做什麼事情 然後把時間擠出來就好啦 對啊 我覺得我在大學四年 可能快要畢業了 我都可以做得蠻好 我真的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但卻沒有人告訴我 我要怎麼去處理價值衝突這件事情 如果我禮拜一去理學院上課 禮拜二三去社科院上課 禮拜四五又去上學院上課 你們可以想像 這是多麼價值衝突崩潰的時候 就每個人都告訴我 不一樣的生活態度 然後我即將人格分裂 所以我決定做出了一點改變 對 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誰 我到底在 我的生存價值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 然後 欸 知道什麼 對著哪裡嗎 好 然後我參加了YEF 然後我很幸運的出國參訪 我到了這間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一個筆記軟體 叫做Evernote 大家聽過 對 然後這位就是Evernote的COO 他當初就我們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商院 或者是管理學院的小朋友 都會覺得 好 我進到一間公司 我就一定要去做CAS做習慣的 每天都在報CAS 每天什麼SWAP 4T之類的分析 然後我們也舉手了問這個COO說 欸 那Evernote你們的競爭者分析到底是什麼呢 你們競爭者要怎麼面對什麼差異化之類的 對 這就是商院小孩習慣問的問題 然後COO他就看了我們一下 他就覺得 沒有啊 我們沒有在care競爭者啊 我們就是在做一件社會需要的事情 他覺得這個世代這些世界的人們 除了自己的大腦以外 他需要多一顆大腦來幫你做筆記 所以他就覺得我就是要做Evernote 我不需要跟別人差異化 就是因為這個社會有這個需求 他說了這句話 他想像一個還沒有存在的未來 然後讓他發生讓他成功 這是他的理念 當時我就覺得天啊好慚愧喔 就是我過去到底在幹嘛 就是我在做了一些 一直跟別人比較競爭嘛 就是看我跟別人到底哪裡不一樣 別人做什麼我一定要做 然後好像不是這樣 對 好 欸 好 對 到了我的重點了 就是YF讓我 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態進入YF 他沒有給我太多真正的解答 我甚至不知道我在 呃 所謂的金錢遊戲上學院的價值衝突 跟在社科院 在我可能常常去學運 打在現場睡在那邊 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 到底這個價值衝突應該這麼解決 但是YF給我一道一道題目 讓我去省思 到底我自己生存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好呢 我剛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 YF這個計畫 好沒關係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他的全名叫做 Young Entrepreneurs of the Future 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 那我大概簡介一下他的流程 到底多麼的複雜 就一開始呢 就是網路申請 會有兩千多個報名表進去 然後開始你就審核 欸 好 審核就是大概會有兩百位左右的學員 進入了這個計畫裡面 就開始他們的夢魘 就要開始網路組隊 然後你要認識一對不認識的人 像去網友聚會一樣 然後你會進行 我在我這年的時候沒有團隊任務執行 我們就直接進入了創業聯誼會跟戰鬥營 就讓我們認識很多人也上了一些課 了解一下什麼叫寫BP 但是我們都知道上兩天的課程 我們不可能學會寫BP這件事 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自己的在戰鬥營的時候 我們就會選擇我們的夜師 在圍期大概有四個月的時間 我們會寫一份創業計畫 那是有兩位夜師陪我們一起這個過程的 對 然後就到了緊張刺激的創投選秀會 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創投選秀會結束之後 大概只會留下一半的學員 可以繼續參加下面的階段 也就是workshop 然後workshop也是非常的緊張刺激 因為我們只有短短的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我們要做出一個care study 然後一定要去實際的參訪一間至少一間公司 那我們這一隊是參訪六間公司 包括等一下要分享的那個學長的公司 對 對 好 對 然後我們結束了這個之後 我們就要在三天的課程 創業課程研習會裡面發表 怎麼不會動 好 對 然後最後呢 我們經過英文口試之後 就會開始做一個 因為我們之後會去兩個禮拜的國外參訪 然後會有一個月的集訓 最後是成果發表 這就是一個非常隱藏的過程 所以我說這不是一個比賽 這是一個 嗯 對 一個學習的過程 學習的旅程 只是它 讓我更confused了 因為它真的 好長好累喔 就是一個 我不能說外野真的有多美好 因為它真的讓我習生很多 也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它辛苦的不是 嗯 不是說你真的要熬夜多久 或是 你要犧牲你的課業之類 而是 它太不確定了 我 每到一個階段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要趕快去做一個備案 因為下一個階段 只有一半的人會進去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是那個一半 然後在下一個階段 可能又要淘汰一半的人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是那個幸運兒 所以我就 這麼不確定的 惶惶恐恐著 那這一個是我在 嗯 這一面牆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字嗎 清楚嗎 就是 這是我在 嗯 我們去美國 紅蛙隊參訪的時候 然後它在基本版後面寫的這句話 對 就是等待是一個最困難最困難的部分 但是我們就是經歷過 很不確定性的等待 我們持續的努力 我們不會因為不確定而放棄 我們堅持下來了 所以我們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對 然後 嗯 好 那 另外就是 這一個是 Kono的創辦人 然後也是我們去 嗯 矽谷那邊 遇到 這在Stanford 我們在那裡遇到的 一個創業家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當我們還沒有 在起步的時候 我們應該去專注好 一件事情 好好的做 努力的做 而且這件事情是最好的 就像我們在做產品的時候 他也是從小 然後先專注 專注的力量是最偉大的 好 所以我要說 就YF這段過程 真的很辛苦 很累很累 但是 他就像一個 轉大人一樣 長大人 大家應該都有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就是因為真的很痛很痛 才可以看見成長的劇烈 所以我接下來要講幾個 我覺得 是最困難 最痛苦的部分 第一個是團隊 嗯 我們是一個十一個人團隊 哦 我在外面會有 我遇到了三個團隊 第一個團隊是十一人團隊 接下來是 呃 七人團隊 但是那個團隊是 嗯 別人而上也給你了 你不能選擇自己的隊友 然後最後是代表團 對 然後在團隊裡面 我發現了自己 但是也遇到真實自己的不足 才感到痛苦 面對自己 看見鏡子裡面自己 自己 自己生錯自己 是最痛苦的 然後第二個 是學習力跟視野 我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 輸到用十方恨少這件事情 多麼可怕 我以前覺得我懂了 在我高中以前 就是寫考卷的時候 遇到不會的題目 但實驗一直過去的時候 那就是輸到用十方恨少 但我現在才知道 不是 不是這樣的 而是我在實際遇到的過程中 我遇到了不會的東西 我非常痛苦 因為我真的要實際做出來 我才會感受到 對 然後最後一個創業家精神 就是我覺得 在這段過程裡面 我學習的 或許我真的還沒有開始創業 我也還沒準備好要創業 但是 這段過程的夥伴 跟我去美國參考的這段過程裡面 帶給我的是一個勇氣跟視野 讓我可以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所以創業家精神 不是為了要創業 而是可以更接近社會 然後更了解自己存在的價值 也希望我自己可以回饋社會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 謝謝